前列腺是男人很重要的性器官,同时它也是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之一。 到底哪些习惯最伤前列腺呢? 我们一起来看看,一,精神紧张,二,久坐,长时间开车,骑自行车,穿紧身孤德,和久坐一样,会直接压迫前列腺,引起腺体冲血,增加前列腺液排泄的难度。 三,爱吃刺激性食物,致使前列腺长期反复冲血,可能导致射精疼痛,尿道灼热,排尿不畅。 四,受凉,前列腺又丰富的肾上腺能受体,当它受凉时急易引起胶感神经兴奋,导致腺体收缩,使尿道内压增加,影响排尿,而排尿困难又会对前列腺产生不良影响,恶性循环可使前列腺发生病毒。 五,憋尿,男性尿道的下端通常寄生有细菌,排尿时,这些细菌会被冲刷掉,经常憋尿,会生入尿液的冲刷作用,使得细菌繁殖增加。 六,性生活不规律,性生活频繁会使前列腺过度充血,过度压抑性欲,经常出现无高潮性冲动,会使前列腺液入肌。 涉精前中断性胶,体外排精,也对前列腺不利,对于前列腺炎的预防,其实不难,资因不顺,养护前列腺,保障男人健康。 七,氏酒,酒精会促进毛细血管扩张,使前列腺组织充血水肿,引起不适,氏酒还会影响高酮分泌,从而影响前列腺液的分泌和排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